欢迎收看每周360 我是Angus 在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 记得Like、Share、Subscribe 打开小铃铛 第一则新闻 MGHX在我国Launching了 C-Segment的SUV 搭载一粒1.5L的Turbo引擎 卖你的价钱从$130,000起跳 这款车型是原厂在国际市场 一辆非常销售仓销的一个车型 主要的竞争对手是 X70 还有Tico 7 Pro车型 然后本地的SPEC会给你两个SPEC的选择 130圈你会选择吗 先来讲一下这辆车的外观设计 MGHX是走一个时尚运动路线 它的前脸是用了很大面积的 很像蜂窝状这样子的进气格闪 然后有很多这种Chrome的线条 让人一眼看过去就知道它有一点不简单 车身尺寸方面 MGHX的长度、高度还有它的宽度 就分别为4574mm 再乘以1876mm 再乘以1664mm 它的轴距是2720mm 空间方面是很够用的 如果你要拿来家用是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它的内饰方面 这辆MGHX主打一个高级感 它的内饰材料用有一点讲究的东西 所以不仅是它的这种Dashboard 不再是以前那种PlastiX样子硬邦邦的 可是它现在是用了一种 软绵绵的一种皮革材料去做着它的Dashboard 所以你摸起来有一点软 然后它给了你一个12.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盘 还有一个10.1英寸的触控屏幕 它的科技感是给你十足的一个感受 然后另外主流的这种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 也是给你Wireless的了 然后它的椅子方面用了皮革包裹 又给你这种电动调节加热功能 做上去一个字舒服 现在讲到它的引擎配置呢 MGHX 的1.5L Turbo引擎给你最大马力162HP 还有它的扭力是去到250Nm 搭配着一个气速的双离合变速箱 动力输出平顺 加速表现也是有一点不错 0-100kmh 大概是9秒左右你觉得快吗 这个动力表现虽然不是跑车级别 但是热场使用一定是很够用 所以讲到它的竞争对手呢 Cherry Tico 7 Pro 还有Proton X70 也是相当的成熟了啦 但是这辆MGHX 在马来西亚市场 是还蛮新一下的 所以凭借着它高科技的东西 还有这个帅气的外表 你们觉得你会有兴趣去买这辆MGHX吗 第二则新闻啊 Proton E-Mars 5 的Render 图片出来了 这辆车最大续航410km 然后它的卖价会低于10万令吉 最近这个Render 大师呢 它就给这个Proton E-Mars 5 画了一张图 然后这辆车呢 绝对会掀起一番的风暴啊 这辆车又有高科技的东西又便宜 你们会心动吗 首先来看一下 E-Mars 5 的尺寸表现 它的车身长宽高分别为4150mm 再乘以1780mm和1560mm 轴距是2600mm 怎样看都像是一个城市驾驶的量身定做的一辆车 这个大小刚刚好满足大部分家庭的热仓需求 同时也很适合这种狭彩的马来西亚道路还有停车场 算得上一个迷你的巨人 动力方面这辆 E-Mars 5 就提供了两种电动配置 分别为58kW 还有85kW 虽然这个电动机在电动车市场不算特别高 但是绝对符合其市区的定位 特别是马来西亚这种路况复杂的情况下 配备电池容量为50kW的那一款 支持最高续航里程410km 这对于大部分消费者的热仓需求来讲已经很足够了 然后它的加速表现 0-100km 12.9秒 哇 刚刚那辆不是EV车才9秒罢了 这个速度虽然不是飞一般的快 但是也完全在程式中已经很够用了 E-Mars 5 的 spec给你也不是很清菜的 它给你全景天窗 智能中控大屏 还有给你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这些一定要有的啦 也是Wireless的 以及一堆安全辅助系统 然后那些紧急刹车啊 车道偏离辅助什么鬼都有啦 基本上科技感安全感是什么都给完你了 总体来讲 Proton E-Mars 5 的定位非常清晰 就是用一个合理的价格 然后再给你一些很高科技的配置 来打动你们一些年轻一代的消费者 所以对于那些想要买一辆EV车的人来讲 Proton E-Mars 5 一定是一个值得考虑的车型啦 毕竟又便宜 然后续航里程又410km 又有很多那种高科技的东西 你们舍得拒绝它吗 第三则新闻 比亚迪C-Lion 6 确认进军大马 C-Lion 海誓 它的最大续航里程超过1000km 可是它不是一辆EV车 它是一辆PHEV 所以比亚迪首款PHEV车 就要来到马来西亚先起一场海誓风暴了 虽然马来西亚的车市场已经是百花七放了 什么车都有 但是PHEV在这个领域还算是很新的市场 所以比亚迪作为新能源车的先锋队 早就看准了这一块市场 目前已经确认 C-Lion 海誓6作为品牌在马来西亚的首款PHEV车型 你可以想象一下开着这款车行驶在马来西亚的街道上 它又是一辆EV车有时候 又不必担心它的油耗用完了 你会有这个EV的焦虑 然后它又可以打油 随时你没有电了你就用油 挤爽一下 在技术方面 比亚迪西亚远6配备了一台216HP的电动机 最大的扭力给了你330Nm 配备先进的电池管理系统 支持快速充电的功能 极大增加了使用上的便利性 然后国外的媒体讲了 这款车在满电满油的状况下可以走超过1000km的续航里程 整体的表现听起来是不错的 最后我们讲一下它的外观还有它的配置 这辆比亚迪西亚远6可不只是一辆能跑远的家伙 它的设计也是很够力前卫一下 足以让你在人群中脱颖而出 车里配备了全新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还有豪华的内饰 让你在每一次驾驶的体验都很像新车这样的感觉 要知道在如今这个看脸的时代 比亚迪西亚远6无论是颜值还是内涵都能满足你的所有需求 这辆比亚迪西亚远6的进军标记着马来西亚新能原市场又有一个新的起点 这款车不仅以长续航里程还有强劲的性能为卖点 更以创新的混合动力系统以及时尚的设计营料消费者的青睐 准备好迎接这个海事吧 它不仅会带给你行千里的自信 更会成为你在环保路上的最佳伙伴 第四则行完Toyota Corolla 大改款会在2026年正式发布 它给你一律全新的1.5L Turbo PHEV 然后这个车的engin动力更强 油耗更低 Toyota Corolla 这个车通常会给人家称为 Andy Uncle 的车 最喜欢的车 然后这次的升级不是费息 是大改款 然后最新消息 这个除了改款 它还给你一律 Turbo PHEV 的 engine 所以 你们期待这辆车的到来吗? 根据日本媒体的消息 这次大改款的核心亮点 无疑是那台全新的1.5L Turbo PHEV 引擎 Toyota 终于在 Corolla 身上引入了 Turbo 的技术 再加上这种 PHEV 的系统的加持 让这款车在动力输出上面更厉害 同时油耗也更低 据说 听讲这里1.5L 的 Turbo 引擎 不仅在热长驾驶的表现又平又稳又顺 还能在需要的时候给你一个加速的感觉 在市区驾驶的时候 PHEV 系统会发挥它出色的电动模式 实现在纯电创材下行驶 极大的减少了碳排量还有燃油的消耗 当然除了动力提升 这次的 PHEV 系统还极大的降低了排放量 真正做到了跑得快又排得少 对于那些追求驾驶乐趣又关心环保的消费者来讲 这款 Corolla 绝对是一键双雕的选择 不过根据原文报导 Toyota 并没有计划在 Corolla 上面采用比亚迪的技术 这些都是传闻来的 所以除了引擎方面 外观的设计也是这次大改款的重点之一 虽然目前关于新款的 Corolla 的具体外观细节 还没有完全公布 但从Toyota 近年来的设计趋势来看 预计新车将会采用更加犀利的线条 再给你更加运动感的车身比例 前远可能会采用全新设计的大尺寸沙隆 再加上锐利的 LED 大灯组 整体的视节效果就更加霸气 车尾部分也可能会进行重新的设计 配合动感十足的尾灯 还有全新的 Bumper 整辆车看起来会更低趴更 Sporty 在内饰方面 Toyota 也不甘落后 新款的 Corolla 预计会搭载更先进的 这种驾驶辅助系统 还有车载娱乐系统 进一步的提升了驾驶者的用车体验 比如说 Toyota Safety 线的升级 会继续给这辆车的这种驾驶辅助系统 升级到另外一个层次 大改款的 Corolla 不仅在动力 还有环保方面实现了突破 外观设计和内饰配置 也是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升级 对于那些追求新潮设计和高效动力的消费者来说 这款全新的 Corolla 绝对会让你眼前一亮 无论是热厂代步还是周末出油 它都能轻松的胜任 2026 年全新的 Toyota Corolla 绝对会为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驾驶体验 你们期待一下 最后一则新闻 Subaru 在东南亚市场的业绩 节节败退 听讲 Subaru 或者东南亚市场的代理 Moto Image 又要招楼了 不是招楼了 就是他们要换这个高层了 要换一个心血 来拯救这个公司 不然 Subaru 以后你们就看不到了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菲律宾的情况 Moto Image Philippines 它的业绩一直在挣扎 销售的数字简直是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为了改善这个情况 管理程序决定进行一个大改革 所以根据最新的消息 这次的重组不仅是换几个人这样简单 而是彻底要整个游戏规则换掉 你要知道 菲律宾市场对 Subaru 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市场 一旦这里崩盘了 整个东南亚业务都会受到影响 然后在泰国的情况就更加的过滤了 更加严重了 Subaru 因为它的销量在泰国很惨 已经决定从2025年开始暂时关闭这个泰国的工厂 这对品牌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无疑是一个很重大的打击 这个工厂的关闭不仅是意味着 Subaru 在泰国市场的失利 更象征着整个品牌在东南亚的销售策略出现了一个问题 然后泰国工厂原本是为整个东南亚市场提供货的主要关键基地 然后如果它关闭了这个工厂 日后这些东南亚的新车将会采用完全日本进口的方式 价格就肯定没有现在这样便宜了 虽然价格现在也没有讲很便宜了 至于马来西亚市场情况也不亦乐观 Subaru 在这个市场上的表现可以用暗淡无光来形容 尽管品牌在马来西亚有着一定的粉丝基础 但与热系车竞争对手游如Toyota或者Honda相比 Subaru 的表现总是让人觉得差强人意 我国大部分的消费者对于Subaru都不是讲很友好 结果Subaru的销量在马来西亚已经是越来越插水了的 品牌影响力也是逐渐的消退 甚至连我国的CKD产线已经很早就关闭了 所以总体来讲Subaru 在东南亚的业务在经历这一场寒冬 而管理层的换雪是否能带来春天呢? 目前还不知道 或许这个重组会让Subaru重新找回它的方向 但前提是它能够真正了解东南亚消费者的需求 不是继续关闭工厂、继续换新雪 这样子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所以你们可以期待一下Subaru对下一个换雪计划的过后 会不会东山再起呢? OK 以上就是本期360的内容 喜欢的话记得Like、Share、Subscribe 打开小铃铛 还有Follow我和Automatik的IG Tiktok小红书 OK 我是Angus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